应该说都是速度比较快 进攻火力比较猛 但是呢 身高受限的球员 好的比赛开始 浙江队掌握第一次进攻球权 黄飞了 张大宇 吴钱 上来一个三分 好球 浙江队进攻现在没有特别 好的章法 还是靠吴钱 漂亮 今天就是开场以后 吴钱 手感火热 浙江的速度 这个球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啊 看江凯 好球 还是打进 张永鹏 吴钱 黄飞 接着三分命中 好球 还是很自信啊 汉斯布鲁也十分 吴钱 好球 今天这个外线 只能依靠吴钱 安球时机啊 出球时机今天一直不理想 吴钱 扔三分 好球 这样也行 坚决点 看看吴钱 这个三分 吴钱 吴钱又报家 出球速度 转移出来 吴钱外线三分 好球 两个三分 还是依靠吴钱啊 包家 这个位置很危险 出球 吴钱三分 漂亮 破 三个三分 20.7分 在联盟本土球员里面 是排在第四位 之前是排在第三 仅次于义剑联和丁雁宇航 现在被胡金秋 超过去了 下半场这三个三分 确实给浙江止渴 包维姆斯 出球 江凯 控住球 危险 好球 吴钱 漂亮 破 今天就是吴钱了 不进 现在就是这几个回合 这个联防效果真是不错 吴钱 好球 八分球 应该早点试试啊 但虽然马扣炮啊 看这一阶段防得不错 但确实 广州今天外线 几乎没怎么投 你可以逼着他投两个 试试怎么样 效果 平了 还是失误啊 继续转换快攻 这个就没问题了 吴钱 打平 出球 这个难度够大的 还撞 24秒 压少三分 吴钱 继续放吴钱 今天浙江就看吴钱 反超比分的三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